那么引出继承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刚才我们写继承的时候呢,这继承的语法怎么写? 对吧,我比如我把这个继承语法也刮到笔记上面啊,笔语法 语法就是咱们先来个子类,是吧,先来说名子类的时候,class,子类,然后呢 冒号,pob,public,然后呢 付类,是不是这么写啊,对吧,但是这时候这节课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 这个呢叫继承模式 模式 有你继承呢,或者叫继承方式也行啊,方式都可以 继承方式呢,我们有三种,刚才我们只看到了一个public 那么其实我们学过权限的话,已经知道除了public,还有public,还有private,对吧 我们刚才只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叫public,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继承方式都有什么啊 就继承概念我们就过了啊 好 继承方式这一块,首先有三种,一种叫功能继承,一叫四种继承 private,还叫保护继承 那么他们这个不同的继承方式会有产生不同,什么不同的效果 你不用看这些三字,什么字都不用去看 这些也都不用看,这个图也不用看 只要看懂这一个图 只要看懂现在我标的这个图 你就能把这个继承模式看懂了 啊,我们就需要看这个图 这个图 好 那这个图呢,比如说下面有一个a类 是一个g类啊 当组组用的 然后它有三个属性 分别为tublic的属性a protected属性b private属性private属性c 好 下边如果是公有继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它继承于a的情况下呢 私有属性是不会继承的 我们说 你有些这个a类里边有些 自的 别自业私有的东西呢 是不想让你儿子看到 对吧 所以说你的儿子 不管是哪种继承方式 第一点 私有继承所有的属性是看到的 这是第一个结论啊 所有私有的属性 不管你是punet属 protected属 private属 他们都访问不到你的c 都不可以访问到c 那c这块就过了 private就过了 那下面就是公共继承的话 你的public和protected的怎么去处理 如果是public和protected的成员呢 到你的公共继承里边 它的权限依然是public和protected 明白吗 因为是公共继承嘛 那你这个权限依然是 你还是公共的 我拿过来之后 我跑到我这个类里边的权限 你这个a和b呢 依然是公共和保护 但是如果是保护继承的话呢 那他会把你这个呢 把公有的东西呢 也都变成了保护 明白吗 都变成保护了 如果是私有的话呢 都变成了私有 现在知道看我们这张图了吗 把这张图看懂了 就其实明白了什么叫访问的 继承的方式了 继承方式就是三种 public和protected和private 那么如果是 私有的基类的属性 你在 继承了以后 你肯定是都访问了 不管是哪种方式都访问不到 但是如果是公共继承 那你还能把公共继承的 和这个保护继承的都拿到手 保护继承的话呢 这个到子类里边呢 它都变成保护 私有的话呢 这个到子类里边都变成私有 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明白吗 好 那么下边 我们来 扔代码里再看一遍 把它敲进代码里边再看看 来一个05叫继承的方式 如果刚才的结论继承很清晰的话 现在代码敲起来 你就应该 比较清晰 每一个结论 我在敲之前 运行之前 就应该知道结果 好 下边呢 我们构建出来这么一个 一件事情 是吧 我们现在要做学习的继承方式 那么比如说呢 我先拿一个 class 我先拿一个base 第一个积累 那第一个积累里边呢 我们分别有三个成员 我们在public的成员 来一个 int m 向上a 来个protected 来个int m 向上b 再来一个private 下边c 这个呢 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有一个公共的保护的和自由的对吧 好下边我们来一个公共继承 公有的继承 公共继承这块我来个class 来个算是吧 儿子 儿子 第1 继承谁呢 可 继承用我们的public的继承 是吧 首先先写个继承方式 然后写个base 公共继承 那下边呢 你就可以写一个方法了 比如说 比如在这个public里边 我这个继续里边 我写一个什么呢 外方法 rmc 这个rmc里边呢 由于我是什么呢 由于我是这个是继承过来之后啊 我想直接去访问他cout 一下 比如他rm 想选c 你觉得能访问到吗 no啊 他在这说了 12行不可访问 啊 那就是私有的这个 继续 继续中 私有的属性 不可继承 好 那不可以继承那好吧 那我不能访问了 不能访问 那来一个再来一个cout m下滑线 A 咱们从A开始吧 A可以吗 可以是吧 因为他是 继承下来也是公共的 对不对 那么继承下来也是公共的 所以我在 所以随便找一个这个 my f unc里边方法里边 你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呃 三 儿子 儿子这么一 e rse rse 里边呢 你可以直接表达 他没看到吗 因为他是 他到这里边依然是 tublet的属性是吧 对吧 哎 我们这个依然继承过来的啊 这个 鸡类中的公共属性 咱们写一下吧 鸡类中的公有 公有属性 啊 可以继承 可继承 而且还是 tublet的属性 所以说你在内外是不是也能访问 对吧 好 咱们下边再来一个m相而先b 这个在类内可以访问吗 在这个放异里边 哎 也就是咱们的保护属性是吧 鸡类中的保护属性 可以继承 而且还是什么呀 还是保护 lp 好 那么现在就问题是 那他也是保护了 我现在可以访问在内外访问吗 m相对 访不到 原因知道是为什么吧 因为他继承下来之后 他依然是 受保护的 所以说他内外是访不到啊 对类外 类外访问不到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共有继承 好 那我们再来一个保护继承啊 这个保护继承呢 我给大家先先分割一下 是吧 分割一下 这个叫保护继承 当然你看代码之后 看得好清晰一点啊 那么保护继承这一块呢 我先来一个 再换一个类 比如class base2 咱们保护继承 用base2去做操作 那属性呢 咱们还来计划 属性的目标 base2 好 下边来一个保护继承的 儿子 class s2 s2里边呢 首先呢 继承方式建成了for text 然后呢 咱们继承的是base2 在这边我来一个public function 然后呢 来一个work 我也叫fmc 这里边呢 我也是c要的 咱们一个月来是吧 m下线c 先来c c肯定是不可以是吧 不可以 那不可以的话 我直接就把这一行给你拿过来看 好 自有的都不可以 然后直接注释下 不能这么做 好 那么m下线c 要是m下线b m先a吧 m下线a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咱来个b b可以吗 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是吧 那么这个等于吗 G类中的 我的复制上代码 G类中的呀 功能属性 你还可以继承过来 但是是什么了 现在 PRO 那么G类中的 功能属性 这G类中的保护属性呢 保护属性也可以继承 然后并且还是本质性的 那么再来验证 小路 我也叫fmc2 在这里边 咱们来个32 f呢 你直接访问 你看 这里边他说了 ma可以访问一下 是吧 ma怎么可以访问呢 可以访问吗 你看 虽然点出来了 你不要被编辑器所欺骗 是吧 你看出来 你点出来了 但是呢 能说可以吗 我刚才 红点已经出了一次了 又出了一次 是吧 39王是不可以访问的 39王在哪 在这 这是A吧 你现在写的 电器写publet 他觉得你 可以publet可以点出来 但是呢 你继承过来是可态度的 是不是就不可以访问了 对吧 那么这时候你去生成一下 再玩 肯定也是 不让你做的 职业饮食版 不可以这样的继承 就是说 你32里边用了一个保护的继承 那保护继承器 拿过来之后还是保护的 所以说你再累万事 不可以的 不能访问 这个我就不是了 这个MB肯定是不可以访问 因为本来它也是保护的 对吧 从这边本来也不可以访问 好 最后我们再来剩一个了 剩一个 然后咱们写一下 还剩一个什么呀 私有 私有计承 好 私有计承呢 我们再来一个class base 3了 3 那么这里边的内容呢 我们还是topic过来一下 内容我就不愧意敲了 浪费时间 再来一个class class clo clo 来个算 3 那算3的话呢 咱们要自有计承 冒号 private base 3 然后呢 来一个啊 来个之后再来一个 公共通话 public loi 的fnc 证明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边呢 我要干嘛呢 我要say out一下 现在还是不可以的这个 对吧 mc 这肯定是不平 是吧 不可以访问 因为它是私有的 是吧 它说了 咦 它怎么不说了 这 71行不可访问 是吧 71行在这 不可以访问 好 那么这块呢 我们把它呢 考虑出来 诶 但是 哦 这编戏怎么一会儿爆红 一会儿爆红呢 诶 肯定是不可以 是吧 这个我就不去编写了 这编戏老出问题了 好 say out say out 咱们再来 咱们下线 诶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可以继承过来 继承过来之后 OK 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 那继承过来之后 不知道它是什么属性了 私有的属性 是吧 好 咱们再来一个 想要用B B呢 可以继承过来 对吧 那么这个积累中 这个应该叫私有的 是吧 私有 这个是积累中工有的 是吧 工有的 这是积累中保护的 是吧 保护的 到这里边还开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测试 我都不用在内外去测试了 我干嘛呢 我在class 3里边呢 再生一个孙子 grana grana 3 3 3 它呢 tublet会继承我的 3 3 我这种最厉害的方式 什么都能提供出来的 3 3 是吧 好 那我来一个 我这一种tublet来一个 我来的FUNC 是吧 换一个方法吧 买FUNC 好 换一个方法之后 我们看一下啊 它能不能c要它一下 M下面A 可以吗 哎 那你 你是他的儿子 是吧 你grana 3 3 是他的儿子 而且还真有继承的 那你什么都没继承过来 是因为 这个时候 这些是不是 它属于它自有东西了 对吧 所以说 你的 虽然是你的儿子 依然是访问不到这个东西的 那你是不是说 咱们在 孙子类 是吧 孙子类 中是 访问不到 不到 咱们的M下面A 因为 因为在 M 因为在咱们的 3中 M下面A 已经 已经 是 自由 出现 好 这个案例呢 就咱们就敲到这 现在这个模式 大家应该非常清晰了 把年龄图看走 然后把这些代码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把它扔到笔记中 好 继承 方式 如果是 不管是 不管是 公有 继承 保护 还是 自由 那么 鸡类中的 自由属性 都不可以 继承 下去 是吧 这个 子类 是不是都不可以 保护 对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是 公有 继承 那么 子类中 这个 子类中 怎么继承过去 公有继承的话 子类中的 比如 负类中的 负类中的 PoTECP Po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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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ublic在子类中是什么 也是public的 对吧 保护继承 保护继承中的复类是public的主性 子类中是什么 是不是 这个不是patic的 是不是还是在patic的 那复类中的public呢 在子类中是 是不是也变了 对吧 也变成patic的 好 最后来个私有继承 私有继承 这个复类中的patic的 变成什么了 在子类中 public的 public的 那复类中的public呢 也变成了 私有了 p 好 这就是咱们所有的 这一课的结论 那么好 这一课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把这个保存一下 大家现在